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来进行双向链表的原理与实践 那么在这一节课 我们将会首先了解什么是双向链表 双向链表的好处 以及双向链表相关的功能的实现 那么在了解双向链表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原来的单线链表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单向的链表 那么对于单向的链表呢 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下一个节点的地址 或者是引用 比如说在这里面 节点1呢就会有节点2的引用或者是地址 而这个节点2呢 也会有节点3的地址或者是引用 直到链表最后一个节点 那么对于链表的最后一个节点呢 它的下一个节点的地址和引用就是空的 而这个双向的链表呢 则不一样了 而对于双向的链表 每一个节点都有上一个节点 和下一个节点的地址和引用 比如说这里面的节点2呢 它就会有节点1的引用 以及节点3的引用 同样的 节点3呢 也会有节点2和节点4的引用 而对于这个头部的节点 以及尾部的节点 对于头部的节点呢 它会有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而没有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因为它已经没有上一个节点了 类似的 对于尾部的节点 它也会有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而没有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因为它已经是最后一个节点了 那么了解了双向的链表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双向链表它有什么好处 对于一个双向的链表 首先它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 当然了这个单向链表也可以找到 其次双向链表它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个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那么因为每一个节点呢 它都有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所以在双向链表里面呢 它可以快速的找到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而这一个功能呢 单向的链表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点就是双向的链表 它可以快速的去掉链表中某一个节点 这一个呢 也是双向链表所特有的功能 因为在单向链表里面 由于它没有办法找到上一个节点 因此它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去掉某一个节点的 简单的了解了双向链表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实现一个双向的链表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首先实现链表的节点 这个节点呢 可以存放keyVirial的数据 接着在实现了这个节点的基础上 我们将会实现双向的链表 在这个链表里面将会有 往头部增加节点 往尾部增加节点 删除任意节点 增加任意节点 以及弹出尾部节点 和弹出头部节点的功能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呢 来实现链表的节点 这个节点可以存放keyVirial的数据 因此呢 它就有keyVirial的属性 以及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和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来到Pashama第一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进行相关的实践 在这里面 我新建了一个项目 叫做Gaia 在这里面有一个文件夹 叫做Computer Principle 表示它是计算机 组成原理的实践 接着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你有一个Python File 命名为Double Linked Lease 表示它是双向链表的文件 好的 接着我们将会在这里面 进行链表节点的实现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编码设置为UTF8编码 这个编码也是我们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所介绍的默认的编程使用UTF8编码 接着我们新建一个类 class node 它是一个 链表的节点的类 定义它的构造函数 init 那么它的构造函数呢 将会包括 Key和Value这两个属性 有了KeyValue之后呢 这个节点还有上一个节点 以及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那么这里面我们把这个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命名为Py 默认的是空的 同样的下一个节点的 也是命名为空的 接着来实现这个节点的一些自负串相关的方法 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返回为 返回为一个类似于Map的自负串 把KeyValue进行返回 可能的这个呢 也是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链表的节点的这个类 实现了链表节点的类呢 我们再来再来实现双线链表 那么双线链表呢 将会包括以下的这几个功能 我们一步一步来实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实现这个双线链表 有哪些属性是需要定义的 那么对于一个双线的链表 首先呢 我们需要头部的指针 也就是说头部的引用 Head 以及尾部的指针 或者说尾部的引用 Tail 用来指定链表的头部 以及链表的尾部 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链表它所容纳的容量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来实现双线的链表 那么对于双线的链表 我们把它命名为 double linked list 那么它的过转函数 init的方法 将会传递一个它的容量 我们在这里面设为int型的最大值 默认的 接着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用一个变量 来保存它的容量 同时呢 还需要头部的节点引用 self.head 默认的是空的 同样的 有尾部节点的引用 默认的也是空的 同时呢 需要一个变量属性 来保存 当前的这个链表 已经存储了多少个节点 在这里面默认是零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双线的链表 实现了双线链表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实现第一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 往头部增加节点 那么往头部增加节点 怎么增加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图示 假设现在呢 这个链表里面有五个节点 它的size是五 那么这个时候 head的指针 head的引用 是指向这个节点一的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往头部增加一个节点 假如说增加节点零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把节点零的 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指向这个节点一 同时呢 把节点一的上一个引用 指向这个节点零 完成了这个指向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head的指针 移向这个节点零 指向这个节点零 表示节点零呢 是刷限量表里面 新的头部节点 好的 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实践 来到这里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从头部添加 函数名 命名为headhead 那么它需要传递一个参数进来 就是no的参数 表示这个是新增的节点 接着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当前这个链表的头部 是不是空的 如果头部是空的话 那就说明链表里面没有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 这里面传进来的节点 就是第一个节点 头节点 所以这个时候 self.head就是等于这个node 说明这个节点就是当前的头部节点 同时尾部节点也是这一个 好的 那么如果它不是为空的话 也就是说当前链表里面已经有节点的话 那么怎么操作呢 els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no.next 指向现在的头部 接着把现在的头部 上一个节点指向当前的节点 完成了这个链接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头部节点的引用 移向当前的节点了 最后我们再把新的头部的上一个节点 设置为空 完成了这个添加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记得要把这个 链表的size加1 最后返回这个增加的节点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从头部添加的功能 实现了往头部增加节点的功能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实现往尾部增加节点的功能 那么往尾部增加节点其实也是类似的 首先把新的节点的引用面接起来 接着把这个尾部的引用移向新的节点 那么这样子呢就完成了往尾部增加节点的操作 回到这里 那么在这里面新增一个函数 表示是从尾部添加 定义这个函数的名字为add tell 同样的需要把这个新增的节点传进来 同样的我们需要进行类似的操作 我们首先判断当前的这个尾部节点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 我们把当前的尾部节点设置为这个节点 同时呢头部节点也是这个节点 接着我们把尾部节点的下一个节点命名为空 同样的上一个节点也是空 好的 进行了这个判断之后 如果当前的链表不是空的话 那怎么办呢 盒子里面的类似 首先我们把现在的尾部节点 下一个节点指向这个low的节点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一个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上一个节点 等于现在的尾部 好的 完成了这个链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尾部的引用指向现在的节点了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添加的操作 最后呢 我们记得要把这个尾部节点的下一个设置为空 最后我们记得要把这个size 加等于1 同时返回当前添加的节点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从尾部添加节点的操作 实现了从尾部添加节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实现第三个功能 删除任意节点 那么对于删除任意节点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相关的图示 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假设删除这个节点3 那么首先呢 把这个节点3删除掉 接着我们需要把节点2的下一个引用指向这个节点4 同时还要把节点4的上一个引用指向这个节点2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完成删除任意节点的操作了 总结下步骤 首先呢 是删除相关的节点 接着我们改变上一个节点的引用 最后呢 我们还要改变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这里面演示的是从链表中间某一个节点删除掉的操作 如果删除的某个节点是头部节点或者是尾部节点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节点删除掉 然后把链表的头部引用往下移 或者是把尾部的节点引用往上移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实践 定义一个函数 命名为remove 它的功能是任意节点删除 这里面删除的话需要传递一个节点进来 在这里面我们进行一个功能的拓展 就是如果node等于rem的话 那么默认删除尾部节点 if not nod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默认的删除的是尾部的节点 好的 接着我们将会进行这个删除节点的判断 如果这个节点是尾部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进行尾部节点的删除 在这里面为了保证这个函数功能的单一性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一个专门的删除尾部的函数 接着我们去看这个节点的删除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节点的删除